各位SUPERMOTO8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每週聊新聞的單元 這一週有很多新車發表 是有這個SUZUKI的JUXER250雙車 以及大家非常期待的SYM DRG7期 這兩台車都是很受到大家注目的車軌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趕快到我們的網站首頁 來看一下相關的報導 接下來就來看看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本週熱門新聞第三名 就是Jonathan Ray 2016 ZX10R訓練車 儘表出手中 哎呦這個是世界冠軍的訓練車 可是訓練車跟比賽車不太一樣對不對 對他這台不是拿下場比賽的那台車 是他另外一台第一里程 他專門來就是做一些訓練用的 哦了解 就是可能他們這些測試時候 或者是他們沒有在比賽的時候 騎乘的一台算是運動用品 是健身器材 哦了解 那這台車很特別的是 他這次拿出來拍賣 是用他這個車隊的名義拿出來 整套東西啊 他包含像他一些什麼改裝件 還有這個原車的這個套件 包含可以上路的這些大燈啊什麼的 他都有由車隊這邊來保留 所以車主買到之後 你可以把這台車恢復這個原狀 看你要恢復牌照在路上騎 了解 或者是你要拿去當賽道用品 就跟我們有時候買車的時候 人家會說我換了什麼排氣管 然後換了什麼卡鉗 然後後面都會括號寫說 原產品接載 對 是 那這台這個10R 他改裝了這個全套的賽車ECU 然後還有這個CS的全套排氣管 碳纖維的車身整流罩 SHOW的賽車級懸吊 然後還有像一些GP Racing的引擎保護蓋啊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這個東西 我了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外側的這個車殼 使用的就是Kawasaki KRT車隊 東側塗裝的車殼 這個車殼其實很常可以在台灣啊 如果你是騎10啊或騎6啊 甚至你騎遠三遠四 都有一些車主的副產殼 或是考這個東側塗裝 是 那我覺得這個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你買了 買到這台飆到這台車之後啊 他還附贈你今年的這個 WSBK的VIP Pass 然後甚至他還說啊 你可以親自跟這個Jonathan Ray的 這個團隊啊見面 然後Ray本人也可以跟你介紹 這台車到底改了些什麼東西 然後做了什麼樣的改裝 可以變怎麼樣 所以甚至如果你要跟他要簽名 在車身上每一個零件 他都可以幫你簽名 所以其實就是有一點 就是你買車之後 他還可以變面交的意思 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體驗 天槍蠻超值 對 他好像是在透過拍賣的方式 是他目前其實就是在 我們很熟悉的eBay 這位是唐先生 五年前他意外的打破了 台車最寶貝的盤龍花瓶 終於有一天 唐先生上了eBay的網站 竟然找到了一個一模一樣的花瓶 他們一同慶祝生命的新起點 他的價格啊 在我們寫文當下 其實已經飆到128萬左右 我覺得他現在應該已經更高了 這真的比買一台 在台灣買一台10R還要貴非常多 而且他買到還是二手車 人家買的是迷戀是信仰 所以有興趣有朋友 不妨這個上eBay來挑戰一下競標 搞不好沒有機會成為 這個台灣賽車場界的大大 哇你看牽出來 有這個瑞奇過的 哇真香 世界冠軍的賽車啊 沒錯 那接下來就來看看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二名呢 就是Kawasaki Ninja ZX4 專利文件曝光 所以這也代表說 我們離這個ZX4啊 好像要更進一步 對不對 是因為我們之前有寫過這個報導 是日本媒體他們自己做的CG預測 對但我覺得他們當時做這個預測圖 也是有點像幫Kawasaki試水溫的感覺 沒錯 是那這一次這個就很真實 因為這次這個是美國媒體找出來的 他們Kawasaki在美國註冊的這種專利文件 那專利文件內部就有直接提到 這個400cc的四缸引擎的這部分 我了解 對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專利文件到底在說什麼好了 它這個文件其實很有趣 它其實主要不是針對這個引擎 它是針對整個車身 整流罩跟冷卻系統的一個專利 那我們通常過去看到這個ZX25R 或者是這個新的10R也好 它其實的進氣都是在中間這個RAM-Air 那個充壓進氣都在拖燈中間 都在中間這個部分 那這一次這個不一樣 它是把它做在這個整流罩兩側 是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跟之前的ZX25R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沒錯其實跟自駕6R或10R 真的是都不太一樣 它就是放在這個兩側 而且是偏低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都在這個方向燈以下 非常特別 另外我覺得這個專利圖還可以稍微偷看一下 整台車的外觀 雖然外觀最後可能會做出一些修整 不過就目前為止 它們依然沿用這個冷400 然後ZX6R的外觀設計 所以會不會代表說 它們這個家族化設計 可能還會繼續沿用在其他車款上面 可能還會再出現一段時間 就是你會繼續傻傻分不清楚 就車哪台是哪台 而且我覺得它很有趣 它如果把整流罩上面加進氣的冷卻孔 那是不是代表它車頭就會少了那個RAM-Air 那是不是就變得跟忍400很像 以後在路上就噴不出來 這是忍4還這是電視 可能就用聽的 雙音跟四缸的聲音 對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卡哇塞跟他們在外型設計上面的 蠻有趣的點 那最後我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搞不好他們把這個RAM-Air 充壓進氣孔設計在側邊 他們會不會是想加入一些 像空氣地穴的設計 像是新款的小翅膀的樣子 搞不好也說不定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這車推出可能還要再過好一段時間 大家可以就慢慢的等待慢慢的觀察 那至於想換車的朋友 我覺得你目前還是可以先買車 因為這個車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出呢 那最後就要你們看看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吧 本週熱門新聞第一名 就是YAMAHA宣布引進PW50兒童越野車 哇真是太可愛了 就算是我的好爸爸 給他認真看這一集 因為你家小孩子要如何接觸摩托車 可能就是靠這台PW50 是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PW50的規格好了 PW50是針對25公斤以下的兒童設計的越野車 然後他採用的是49CC的二行程單缸引擎 搭配的是離心式的離合器 還有軸傳動 這台設計其實也是在後續 你要保養維修上面比較簡單 了解 前面他是使用潛望式的前叉 配後雙槍避震器 車重是41公斤 座高是475mm 那全車其實跟YAMAHA的YZ越野車家族非常像 所以看起來真的是蠻帥的 沒錯 而且他原廠他有一張官方的影片 是後面好像是有一個小孩還是青少年 騎著比較大大大越野車 那前面是有一個看起來像幼稚園的學生 騎這個PW50實在是很可愛 對他們其實國外很多車手 他們都從小開始就騎這種車 沒錯像是很多的Moto GP職業車手 也是從手從重的車開始電起 我記得像Marcus好像就在他三歲還幾歲 他就拿到一台這種類似PW50這種越野車 當作生日還聖誕節禮物 原來如此 而且我覺得這台車相當有趣 因為在這個電動化的時代 像是Hoscona跟KTM 他們都有推出這種兒童用的電動越野車 可是他們是採用電動 這是YAMAHA不但給你燃油引擎 還是給你這個惡行程引擎 是這聽起來有一點不環保 政治不正確 PW50它目前在日本當地的售價 是176000元日幣 換算台幣大概是45000左右 所以其實不貴 對其實它價格來說是不貴 而且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因為這台車沒有辦法掛牌 所以你也不會有要領牌 或者是要檢驗的這些麻煩的手續 後續YAMAHA會怎麼反應 把這個成本扣掉 反應在售價上面 我覺得是相當值得觀察的 沒錯 那你期待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小車手 在台灣 透過這種入門的摩托車 成為這個世界頂級的摩托車選手的順利 對 台灣的Rossi搞不好就要就此誕生 是沒有錯 所以各位好爸爸 趕快去經銷商詢問一下 或者是趕緊可以 搞不好已經可以接單了 你可以先為你駕小孩準備好完美的學步車 超前部署你也買一台 我只有500 叫只有500 欸 那我先生個小孩好了 要先造女朋友 以下開放任養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本週三則熱門新聞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A的頻道 那我們下週見 掰掰 掰掰